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往前走 老板 我们团件来了 辛苦了 还是做了 我的天 看到客人来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 我该要去做什么 紧张 慌 我的妈妈 其实我是真的蛮紧张的 因为从来没有涉及到过 我也有一种 怎么感觉我要上舞台的感觉 老板 咱们饭怎么样了 你还要稍等一下 没事 然后我们就玩一点热身游戏 正好吗 三十个人 人到齐了 咱还在哆哆哆 我的所有的午餐肉在哪里 午餐肉在哪里 那我现在开炉吗 你先帮帮忙 豆腐打开以后要切丁 老亲有点弄了 弄坏了 弄坏了 还动了 现在这根懒脑的已经动不了 他们在玩什么 二 三 看那边 二 三 看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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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拍 一 二 三 看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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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下去 你们都不冷吗 没太冷 晚一会儿我们准备送饭 你好 你好 辛苦了 来给大厨们咕咕掌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不辛苦不辛苦 坐得稀疏一点 休息一下 洗手间洗一下手 我们准备开饭了 我擦了脚筋之后 我的手更冷了 太辛苦了 来了 来了来了 所以是穿了 看到他们那么穿的时候 真想做一顿好饭给他们吃 确定是要在这里开火了吗 对 当时其实风倒凹的量 风太大了 我就感觉今天菜啊 还没等端什么锅点 老板 咱们饭怎么样了 你还要少等一下 其实距离真正出餐 可能还需要十分 风更大了 觉得很垮 就是有这么个原因 你听见好冷 没有没有 因为主要今天是考虑到 这个温度 如果到晚上的时候 本来是想浪漫 然后就纯粹就会变成浪 是我昨天也想浪漫来的 所以我就想说 找一个替代的吃饭的地儿 找一个替代的吃饭的地儿 也辛苦你们了 当下的感觉就是 好人一生平 拯救了我们 我们找了一个酒店 就是也有厨具 基本的就有 你们把材料都带上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关注 谢谢啊 关注 拜拜 辛苦了 哥 那我们别让别人等了 咱们赶紧就是弄一下 就过去了 太好了 我们可以换地方了 这空间倒蛮大的啊 我们现在终于有一种 在开餐厅的感觉了 这个跟下午在车上的感觉 又不一样 来到海边很冷 然后我就一直在担心 今天晚上该怎么办啊 但是还好 最后客户提出要求 自己要转地方 觉得会完成的很棒 咱定个规矩吧 厨房因为是细长的 万一拿个刀 拿个什么突然转身危险 有可能要走人后边 咱就喊一声 我来了 我走 好吧 好 先把自己要做的食材啊 给聚在一个地方 一会儿要找的时候 自己能找着 我想 我想 好 大家小心地上有电线 好 大厨 你说我洗五个红薯够吗 挑大的吧 尹大厨 这个火够吗 可以 我先切点菜吧 油炸需要这么多油啊 好看 太吵了吗 太吵了 一道我打算 还是上虾 划虾仁豆腐汤 因为我是觉得主菜呢 还是往后推 所以呢 老秦 和佳姐可以帮帮前面的菜 先上黄瓜 对 铺完黄瓜 我觉得就可以开始烤鸡腿了 所以出完鸡腿可以准备炒 你一锅多炒点完了 分成几份 还得一个个分在碟子里 所以要分在碟子里 这服务 是高级时常的服务哥 是 我们就要做高级的 哇 因为毕竟他们俩也成长了 还有就是 我们从餐车跑到这里 我们得寻求自己的改变吧 我感觉 一起加油 啊 只要想得到就做得到啊 让我们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要改变超越 有多么有意义 今天是乱的 但是并不慌 大家都很有条理 准备工作都改了思路 不过他们不给意 好棒 我这边on set了 什么能帮你们的吗 帮忙把这个鸡胸给撕一下吧 好 咱就应该自信一点 要在客人面前呢 咱非常自信 爱吃不吃 那可不行 就是 让客人看出来 我们好像很专业 最起码 做得特别特别的认真 对吧 让他们感觉我们出菜出的慢了 或者不好吃了 也能原谅我们